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关了已经有1149天了 到底为什么 这过去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马政府一直用一个特别的刑法 在面对陈水扁前总统吗 当初审判扁案时 连国际媒体都认为违反程序 但是扁为什么一再的被收押 我们稍后来看看 过去他被收押 久度被收押 速度被延压的几个场景 当然要看的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马政府 掩饰置物性行销 花公堂买广告 立委秀出证据之后的赖信源 竟然秀出证据 陆委会主委赖信源下令销毁公文 为什么要销毁呢 连马总统要连任 对马总统连任 他没有信心吗 赶快要销毁公文吗 现在呈现是不是公文被变造 就是公文被销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公文在现在都可以销毁的话 总统李维酸了几个婚 加位跟五位空窗期 可以销毁多少公文呢 不止如此 今天我们还看到了一周刊 一周刊在今天一封面 来看出的是八大部会 行政部门八大部会 违法动员四千人的公务人员 替马总统进行所谓的游行活动 这是马务竞选总部下令 公务人员参与整个游行 今后难道已经变成是 马务竞选总部吗 白纸黑字 这样的一个下令 是要回到戒严时期 党国一体吗 当然不止包括行政部门总动员 不管司法单位 秦州蔡英文 还有呢 连国台办 也认为决战一趴啦 全面动员 也动员在挺马英九总统 今天我们同时要看的是 因为今天各大报纸 通通都在报道的是 就是所谓的中国时报 联合报的头版 那么这是张荣发 我们只秀出在A2版的部分 在A2版的部分 等一下头版的部分 一一秀给观众朋友听 常文集团总裁张荣发 在昨天评论 台湾共事主张就是台湾独立 他说台湾不可能独立 否则经济的情绪差不多配对兜 张荣发还说 九二共事是两岸对话基础 他说有总统候选人 没有九二共事 他看不下去 一定要站出来 张荣发的这番论述 像不像2008年 当时齐美集团的总裁 许文龙的声明稿呢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吗 是被迫的吗 台湾是这些灾团 富可敌国的国家 还是劳工的国家 九二共事让台湾现在 七操六片 难道这些老板会不知道吗 我们今天同时也要让你看的是 天下杂志 天下杂志在这一期当中 告诉我们现况也许提供 给这些富可敌国的老板做参考 四小龙 我们的薪资最低 但是我们的税负最高 换句话说 我们的税负来源 75%的受薪阶级 是这些人在习我们的国家 是这些人在习这些国务金管 结果呢 习什么看 这些国家真的是财团的吗 还是属于劳工的 也要看昨天晚上盛况 中张头 蔡英文强攻中张头 他是换掉败坏民主的政府 同时在马家庄我们看到 有兄亲 纠团 挺小英 苗栗通宵的马家庄 怎么会有出现民众包 游览车自制布条 支持蔡英文 为什么在马家庄会出现这种盛况呢 也是为什么周美清 从昨天到今天一路被呛呢 马座四年了 第一夫人现在看不懂他的状况吗 周美清这一回出来 也是出来要骗票吗 来意义为你分析 现场为你邀请到这几位特别来宾 来订阅介绍 民进党集地跑 许天才 欢迎您市长 是 大家好 继续欢迎前清明党立法委员陈正胜 大家好 以及前民进党在台中县党部主委郭俊明 大家好安 好 欢迎前民进党立法委员李静勇 各位观众民众大家平安 以及欢迎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阮昭雄 大家好 好 欢迎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王定律 小军大家好 我们从陈水扁奔丧的最新的进度来看起 因为今天台北市议员前扁办的秘书江志明 包括了前卫生署长突行者等人 今天前往台北监狱探望陈前总统 并且递交奔丧的申请文件 预计六号这个星期五 就是他的岳母吴王霞 头七当天早上九点钟会回去奔丧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 家人还是肯借希望 他能够在十号告别室当天到场 带着申请书 保证书 复文等证明文件 前扁办秘书台北市议员江志明 上午前往台北监狱 为陈前总统申请奔丧 家属还是坚持希望能够在一月十号 这个告别室当天 让陈前总统返家 参加整个佳祭的仪式 目前预方初步核准的奔丧时间 是六号投机当天上午九点 过吴淑珍包兄 吴景茂上午则表示 依照民间习俗 女婿是要参加告别室当天的佳祭 还是希望法务部能够同意 让陈前总统十号回来奔丧 我们希望是十号当天 可以来的最好 十号以外嘛 头七是一月六号早上 那是祖阳孙 祖阳孙 那是第二个选择嘛 依照预方和警方的规划 奔丧当天从台北监狱 到西营交流道这一段 由国道警方负责 下了西营交流道 直奔西营宾馆 则交给地区警力 但警方表示 必要时将出动五个中队 六百二十二名警力 全程借户 至于借居的使用问题 第一个方案是 搭车时使用借居 下车再拿掉 第二个方案 则是全程不使用借居 但是北监方面 只对外表示 一切依规定办理 基于他是卸任国家的元首 应该给予适度的尊重 既然没有逃亡之余 希望他在返家奔丧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佩戴一些借据 原本家属有意申请 让陈前总统搭高铁奔丧 但北监方面 则是以借户困难为由 加以拒绝 三星文张宇杰 南部中心SNG 综合报导 既然面对了陈前总统 马政府都以特殊的刑法 在处罚他吗 这是维基百科 所秀出来的陈前总统 被审判的时程 从审判的时程当中 亲书可以看得出来 从2008 11月12号 卸任总统职务之后 被台北地方法院 贪污以洗钱等重罪 收押觐见开始 从11月12号 包括2009年3月5月7月 三度裁定积压 一直到2009年9月24号 第四度裁定延压 一直到10月9号 再度第五度延压 2009年12月17号 第六度被延压 我们来看看被延压的过程 被告陈水扁虽然火轮犯刑 但是何怡婷认为 依照证人 陈正会 马永成 李建木等人的证词 今天早上 裁定 积压禁件 台湾史上头一遭 陈水扁前总统被积压禁件 不过11号这一幕 早已震撼国内外 高举上了手铐的双手 11月11号下午4点 陈水扁在侦询6小时之后 检察官正式申请羁压 下午4点半 陈水扁向镜头高喊 台湾加油 司法冤狱 随即上针房车 被移送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院裁定 陈前总统再延压两个月 消息传到前立委蔡启方而礼 他气坏了 冲到法院呛吓 说要发起盛展 有了民进党团的声援 扁办和律师团不仅坚持 要在上诉 同时还扬言召开国际记者会 目前正在借户就议的陈前总统 还是得面临继续积压的命运 他的地方法院11号傍晚 做出裁定 陈前总统将从5月26号开始 延压两个月 被告陈水扁陈先生 原来积压的原因尚未消灭 因此裁定延压 被关了190几天 陈前总统是不是能够解除积压 就看这本等了好几天才出炉的裁定书 16页写的满满的裁定理由 结果却让陈前总统很失望 从98年7月26号起 延压积压两个月 所以只要是说 因为他这幻想重大 何以停害怕 有串阵和湮灭证据的情况发生 已经被关了300多天的陈前总统 又得继续收押北索 这样的评议结果出炉前 三位刚接到这案子 法官讨论了好一段时间 外传是去年曾让陈前总统 抗告成功的审判长邓振球 倾向让被告交保 但另外两位女法官彭信宁 以及潘翠雪反对到底 一比二最后决定虚压陈水扁 三票两票或者二比一三比零 这个在法院组织法规定是 评议的内容是保密的 高院否认法官之间 对于放不放扁出内讳 晚间8点45分做出的裁定 其实还是认为 陈前总统犯罪嫌疑重大 一审又被判处无期徒刑 海外还有资金巨款需要了解 甚至说有证据显示 仍有隐匿资金 另外最怕的还是当过总统的陈水扁 可能有管道潜逃海外 下午三点多 陈前总统从看守所来到高院 一下子和往常一样 对媒体镜头微笑示意 和6月11号二审宣判相比 陈水扁头发明显有修剪过 新造型看起来很清爽 不过今天走起路来却有点驼背 连续开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金鸭亭 最后裁定结果 陈水扁再延压三个月 好观众我们之所以会播放 这是从2008年11月12号 当早上的7点06分 遭到法官裁定收押禁件 当时创下台湾史上 卸任国家元首被关的首例 那么一路走来出现了 除了有周战春短暂的交保 那么获准他交保之外 是十度有延压的记录 我们看到到底为什么 司法马政府所主导的司法 遇到的贬 尤其这次奔商势力当中 都以特别的行靶 在面对陈水扁吗 来自于台南的定义 来我想请教一下 为什么 现在到底在怕什么 1月10号基于所谓的安全 不让他去奔商 甚至呢 手铐脚僚还没有松口 有必要这样子做吗 来定义兄 有逃继位好 马政府其实一方面畏惧陈水扁 二方面他要从陈水扁的身上 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 阿比亚总统对冷清控贝尼在交接的 交接时间是10点 11点就宣布禁管 所以那时候的设计组或者检察官 或者即将接任的马政府 起早就传好啊 那时候把他列为禁管的朱检察官 刚才我们的抗贪材理员也是给他起手 那时候后面事后证明很多是乌龙的 从那一刻开始 陈水扁严压严压 周战春为了审卓之后 把他放出来之后 周战春也好 或者发言声援的红樱花 在司法界都付出了代价 也就是说 这个马英雄建会修法改来人 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修理陈水扁 不看证据 不看法律 不看惯例 如果法律规定 要放陈水扁 就说因为他是总统 如果法律规定 这个东西要怎样审处证据 因为他是陈水扁 所以这次 丹水扁严压严总统 他的专务 这个在一般的受刑人来讲 我们不谈陈水扁 谈一般受刑人 其实是可以请假奔丧的 那请假奔丧有两个东西要考虑 第一个当然就安全 会不会有逃亡之余 那第二个 再来就是这个犯人本身 他的积分等等 就我们来看 丹水扁严总统 有没有可能逃亡 我们他门心自问 他要走着走着 以他的地位的话 他跑掉的话 那才真的是民进党的恶梦 马英就开始 倒在算就好了 他现在不让他 1月10号去奔丧 现在不让他说 卸下借据 要戴上手铐跟脚梁的理由 跟过去 十度延压他的理由是一样的 都一样 认为他有逃亡之余 因为他是总统 他熟悉逃亡广道 所以他会走 你专台湾去问 不分难力去问说 陈水扁会不会逃亡 如果认为他会逃亡的 我很负责人讲 头可有问题 所以没有逃亡之余 让你拐 留人三担拔 就让你拐三担拔 那现在的专门是很疼的 我们在马上都知道 这个专门是很疼 丹水扁丁总统 人都死了 去送他一层 半个小时而已 攻击的时间 因为我们一般台湾的雷熟 不管是做头七 要来加财 加财后有攻击